大家好 说起世界语言啊 可能很多人想到的第一印象呢就是英语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个现实当中啊 还真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世界语的语言 那这人为啥放着好好那么多现成的语言 不用去发明一门所谓的世界语呢 这世界语的发明者 以及这门语言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 世界语的发明者啊 是一个犹太裔的医生 叫柴门霍夫 他生活在19世纪后期的俄战波兰 他出生的小镇呢 有四个民族的人居住 日耳曼人 波兰人 犹太人和俄罗斯人 这四个种族 宗教信仰不同 文化不同 尤其是语言不同 所以呢 他们经常呢 互相产生偏见和仇恨 柴门霍夫认为正是因为语言不同 人们才不能互相交流 偏见和仇恨因此而生 而这个柴门霍夫呢 从小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爱仁慈是解决人类问题的终极方案 可这儿呢 别说四海之内了 就是他生活的这个小镇子里 四个种族的人都因为语言问题 恨不得把彼此给捅了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柴门霍夫在上中学的时候 就试图创造一种人类共同的语言 以使不同民族的人可以好好的互相交流 后来柴门霍夫先后到莫斯科和华沙学医 毕业后呢 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在行医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学习外语 先后掌握了十二门语言 这些语言涵盖了欧洲各国的主流语言 也包括了拉丁文这样的古代语言 在此基础之上 柴门霍夫于行医之余 致力于呢 在这些语言知识的基础上 构建一门简单易学的新语言 他对这个新语言的期望是必须简单易学 构词语法必须尽可能的简单 在此基础之上 世界上的人们才愿意学习它 用它解决语言不通的隔阂 于是呢 这个柴门霍夫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以印欧语系的日尔曼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单字为基础 将文法尽可能的简单 使书面文字和发音完全互相符合 创造出了一门新语言 这门语言大量借鉴了这个欧洲语言的样子 比如说你好 他就是借鉴的法语 神律 神律 法国人一见面是沙律 然后这个好的 他的好的 他跟英语的yes很像 就诸如此类 1880年代 柴门霍夫以希望大夫为笔名 出版了介绍自己新语言的相关书籍 他的这门自创语言 一开始被翻译成希望大夫语 这个名字传到中国之后 最开始按照音译被翻译成了艾斯布南独 后来被翻译成了万国新语 而柴门霍夫发明这个语言初中就是为了方便交流 最终消除隔阂 达到世界和平 所以最终一个约定俗成的翻译也就成了世界语 世界语诞生之后 柴门霍夫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 把这个外语文章译作这个世界语 同时直接用世界语创作诗歌散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世界语很快就流传开来 起初只是在俄罗斯帝国疆域之内和东欧地区 之后延伸到了西欧美洲中国和日本 早期的世界语者是通过通信和杂志交流 后来就有了世界语大会 通过这样的形式会说世界语的人越来越多 相比于其他语言 世界语确实太好学了 有传言说七天就能学会世界语 当时不少人都觉得这样的一门语言 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主流语言之一 美军就曾经出版过世界语军用喊话手册 还规定演习的时候 如果到抓俘虏的环节 必须用世界语喊交枪不杀 因为美军高层认为将来的敌人 很有可能就是操着世界语的一拳人 在中国当时一度流行汉字拉丁化的风潮 语言学家钱玄同 文学巨匠鲁迅就主张干脆用世界语代替汉语 反正艾斯不难读嘛 真要这么实行了 扫盲工作就大有希望 不过呢 世界语在那个时代呢 也非常招一些人的恨 这肯定让独裁者不满 因为他们要让大家听他们的 那就得让人们觉得呢 自己的民族最伟大 自己的领袖最伟大 为此就得煽动民族仇恨 还得让信息封锁 让老百姓不知道世界上别的国家咋过的 那这世界语创立的目的就是让全世界方便交流 这不是处处跟独裁者对着干吗 所以在一些典型的独裁国家 世界语是被严厉打击的 这其中最典型的当然就是纳粹德国 由于柴门霍夫是犹太人 纳粹德国对世界语的迫害 更是变本加厉 希特勒早年在我的奋斗当中 专门提到说 这世界语是犹太人密谋支配世界后 所使用的语言 上台之后马上开启全国大调查 凡人说世界语的格杀勿论 到这个时候啊 柴门霍夫早已去世多年 坟上的草都两米高了 但是他的家人后代全部遇害 无一幸免 纳粹这个样子 另一个独裁政权苏联 也没有好到哪去 苏联刚建立的时候 还想着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非常欢迎世界语 甚至还有自己的世界语协会 到了37年 斯大林大清洗的时候 搞出了很多的所谓外国间谍 那您呢 说着一种很容易跟国外人士沟通的语言 那成为苏联的叛徒和败类的机会 不就大大增加了吗 所以不但苏联的世界语协会遭到取缔 登记在册的世界语者 惨遭流放乃至屠杀 整个斯大林时期 苏联都禁止使用世界语 直到56年 斯大林挂了 这个禁令呢 才得以解除 等到20世纪后期 几经战乱 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是愈发的强烈 世界语再一次被视为 能够达成世界和平的语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曾经在1954年 推荐以世界语作为国际沟通媒介 而且很多门户网站 比如谷歌 都有提供世界语的版本 供大家浏览 谷歌的智能翻译呢 也在2012年提供了世界语翻译的服务 不过呢 对于这个世界语来说呀 最大的问题还是受众不多 究其原因 在于这个世界语创立的时候 理想太高尚 什么促进人类和平啊 普通老百姓 哪关心这个呀 别说七天学会世界语 七个小时都不愿意搭进去 所以直到现在 世界语全球的使用者 估计不到200万人 也没有任何国家把世界语当成官方语言 而全球呢 把世界语当成母语来用的人呢 就更少了 估计也就是200多人 这其中呢 就有著名的这个金融大鳄索罗斯 直到今天说起世界语言 大家的第一反应 还是英语 而不是世界语 世界语的故事讲到这儿 搞一段落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发明语言的尝试 动机呢不可谓不高尚 但语言的实质本身 是日常交流自然形成的符号系统 自然呢要遵循当地的习惯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发明出来的一套语言啊 完全没有这个底子 所以呢 这样的世界语 即便是简单易学 愿意学习它的人 始终也不多 它呢 最终还是没有成为世界的主流语言 好了 关于世界语的故事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